李雪的银行账户中原有4522.08元。 春节过后,她把875.50元压岁钱存入银行。 两个月之后,又从银行提出300元给妈妈买了生日礼物。 请问李雪银行账户中含剩多少元? 已知,李雪银行账户中有4522.08元。 李雪把875.50元压岁钱存入银行账户中, 也就是加上875.50元。 目前,李雪银行账户有多少元? 计算数式加法。 先从最右边的百分位开始。 8加0等于8。 0加5等于5。 记得把小数点落下。 2加5等于7。 2加7等于9。 5加8等于13。 在百分位上写3。 进一位到千位。 4加上进的1等于5。 在存入875.50元压岁钱之后, 目前,李雪银行账户中有5397.58元。 之后,李雪用300元给妈妈买了生日礼物。 意味着,李雪需要从银行账户提出300元。 相当于减去300元。 5397.58减300。 注意,减去300需要把数位对齐。 小数点后,可以用0补位。 也就是减去300点00。 8减0等于8。 5减0等于5。 接下来,把小数点落下。 7减0等于7。 9减0等于9。 3减3等于0。 千位只有5。 可以直接落下。 最后,李雪银行账户总共有5097.58元。